据港媒最新报道,何友军的前女友宣布宰婚,这位前女友正是百亿豪门千金林慧莉,但其实显为人知的是,林慧莉其实已经结过婚,还以前富裕有一子,但此次晒出伍克拉大钻戒,此举却被网友评论为是晒给西梦遥看的,这位何友军的前女友到底和何友军在一起时发生了什么? 在林慧莉社交账号晒出了男友向其求婚的照片,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,周围布满了白色鲜花和气球,场面非常浪漫,而在另一张照片中,林慧莉还展示出了自己手中的伍克拉钻戒,特别闪眼,沉浸在幸福中的她还留言写道,你令我梦想成真,我是一个幸运的女孩,激动知情一颜言表。 而说起林慧莉,她除了是何友军的前女友之外,其实还是一个货真价时的白富美,出生在新加坡的林慧莉,父亲是当地的十大富豪之一,身价早已过百亿,但在林慧莉小的时候,父亲便要与其母亲离婚,这场离婚大战足足拖延了七年之久,这也令林慧莉的童年冲乱了黑暗,而在之后的林慧莉便被父亲送到国外读书,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林慧莉陷后了自己的爱情,和赌王的四方儿子何友军谈起了脸。 而这段恋情还是何友军的姐姐何超盈介绍认识的,在热恋期间,何友军还带着林慧莉回家,得到了四太良安琪的认可,可奈何两人都太年轻,这段感情还是无疾而终了。 在与何友军分手之后,林慧莉爱上一个泰国男孩,更在恋爱半年后便与其闪婚,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,但这段婚姻也在2019年画上了句号,虽然带着儿子生活,但长得漂亮又有钱的林慧莉身边不乏众多的追求者, 而此次再传出求婚成功的消息,可见此时的林慧莉相当幸福,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新男友的身份是谁,但我们还是祝福两人能够白头偕老吧。 而针对此次林慧莉晒出钻戒被网友质疑是故意给西梦摇看的,小编觉得有些无稽之谈,毕竟林慧莉与何友军的感情早已过去多年,两人也好聚好散,早已互不干扰,各自幸福,我们还是祝福这对新人吧。 不知屏幕前的你,觉得何友军错过林慧莉可惜吗?欢迎留言告诉小编,我们评论区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